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喜哥 今天给大家接待来的影片是一部大尺度悬疑推理电影《地板杀人事件》 故事开始在一间旧书店内 正在后院晒衣服的美颜老板娘 瞧见有客人来购买风俗毒物,准备过去接待 这时,一个行貌猥琐的男子悄悄从后面走过来,一把抱住了他 老板娘吓了一跳,回头望了一眼,又羞涩地笑了笑 像是小猫一样缩在了这个男子的怀里 男子服在老板娘脖颈低声说,是不是在等我呢 老板娘只觉得整个身子都软了,扭动着腰支撑怪道,有客人来了 男子的不管不顾,一把扯开他的衣领 只见老板娘衣服下娇媚的玉体上,竟然还有麻省捆束 男子把手伸进他的胸口大力揉捏着,低声说 没有被你丈夫发现吧,我和你丈夫谁更厉害,你想我接下来怎么做 老板娘感受着男子之热的呼吸,瘫软在他怀中 不断地交喘着,已经异乱情迷,不能自给 书店中选购情色毒物的顾客转了一圈,走到后门询问,有人在吗 面色超红的老板娘赶忙探出半个身子 娇喘着向顾客打了个招呼,然后推开在自己身上 胡作非为的男子,匆忙整理一下衣衫出去了 临走前,男子还在他的屁股上狠狠地掐了一下 又把老板娘刚刚平息的浴火勾了起来 顾客是一位邋遢的中年男子,他问好价格付款后 无意间瞥见老板娘胸口一片汉子 再联想到刚才这个女人娇媚的声音,不由得心中泛起涟漪 然而这时,旧书店的老板回来了 这里的老板是一位年近五十的大叔 他戴着一副眼睛,丝丝纹纹,看起来十分和蔼 而老板娘看到丈夫回来,身色有些慌乱 强装笑脸寒暄了几句 刚刚够书的那个邋遢男子,只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几句话打发了丈夫,老板娘赶忙回到后院找情人 那个面容猥琐的男子,还在这里抽烟等他 老板娘小心翼地撇离眼书店里的丈夫,有些心虚 情人则一把拉过他,狠狠地激吻起来 要和他现在就在这里激战一场 但他虽然嘴上这么说,身体却很诚实,一直在不断地挑逗行人 此时,两人这缠绵的画面,正好被从书店离开的邋遢男子看见了 邋遢男子一眼就认了出来,和老板娘缠绵的这个猥琐男子 是街角乔麦店的老板,这个男人虽然相貌猥琐 但据说技巧十分了得,一直都风流得很 而这位娇妹的老板娘,邋遢男子却是第一次见 这名邋遢男子名叫全天三郎,到这里已经有一个月了 住在隔壁街的一栋公共公寓中 平日靠着打铃工维持生活,过着百无聊赖的日子 不过前几天一个偶然间,他发现公寓房顶上有一个隔断 可以从这里进去,爬到其他房间的屋顶上,来偷窥其他房间的租客 从那天开始,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都会爬到房间的隔断,挨个房间去偷窥 去看一看平日里的邻居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其中他最喜欢偷窥的是一个叫阿花的姑娘 因为他曾看到阿花在房间里独自解决需求问题 这天深夜,全天三郎又一次进入隔断,爬到阿花的房间里 这个女孩穿着和服,正在照镜子 恍惚间,全天三郎竟然将她看成了书店的老板娘 瞬间就欲望高涨起来 仿佛看到那个娇媚的老板娘寂寞难耐,正在自我解决需求 就这样,全天三郎在狭小逼子的隔断里 一边激情畅想,一边自己解决需求 画面转过,明知小五郎曾是一位优秀的刑警 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辞职成立了侦探事务所 今天一早,警方就找到了她,表示地板发生了一件奇怪的案子 死者是乔麦店的老板,也就是老板娘的那个情人 他用一根粗麻绳在桥头上上吊自杀了 第一个发现尸体的报案人是书店的老板 这个男人在警察到来前就匆匆离开了 警察看他完现场后,认为这没有什么值得调查的 只是自杀而已 明知小五郎却不这么认为 他注意到,乔麦店老板的虎口处有着厚厚的老简 而那根上吊的粗麻绳,很像是SM中的捆绑道具 这让他决定去拜访一下发现尸体的报案人书店老板 另一边,书店老板娘五眉的倩影一直营绕在全天三郎的心中 一早起来,他就拿着几本旧书来到书店 表示想出售这几本书,然后再买一本关于SM的书 老板娘似乎尚不知道乔麦店老板的死讯 他一脸平静的估价后,恭敬地把书和钱递给了全天三郎 全天三郎看到老板娘袖口露出的那一寸洁白的肌肤 不由得咽了一口吐沫 忍不住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就在这时,明智小五郎到了 老板娘借有客人进来,立即娇羞地收回手 不小心将一枚钢笨划落在地上 全天三郎也低下头,转身往外走 而那枚掉落的钢笨一路滚落到了明智小五郎的脚下 他察觉到气氛有些诡异,将硬币捡起来交给全天三郎 随即瞄里一眼,他怀中抱着的关于SM生意的毒物 毛子瞬间就亮了起来 明智小五郎出言试探了全天三郎一下 全天三郎心虚地笑着敷衍几句直接离开了 这让明智小五郎心中生起了疑惑 接着,他又看到旧书店里有很多这种关于SM的毒物 便好奇地问老板娘,这是老板的爱好吗 老板娘温婉地回答说 这是我们家书店和别家不一样的地方 您要选什么书呢 明智小五郎扫了一眼这个娇媚的女人 讲出了自己的身份,表示乔买店老板死了 发现尸体的报警人是旧书店老板 所以想和老板聊聊,了解一下案情 老板娘脸上露出转瞬即逝的惊慌 随即解释说,丈夫去采购旧书 晚上才会回来 明智小五郎随口又问了老板娘昨晚的行踪 老板娘以为他会怀疑自己 有些紧张地回答说 昨晚一直在家和丈夫在一起 回到侦探事务所 明智小五郎的助手问他 为什么在意这期警方已经认定为自杀的案子 明智小五郎看着报纸上的新闻 表示自己的直觉告诉自己 这是一起凶杀案 不过现在的线索太少 需要进一步调查才行 助手听他这么坚持 自高奋勇地表示 那就先让他去调查一番 明智小五郎答应了下来 另一边 全天三郎又爬上楼顶隔断 来到阿花房间上面开始偷窥 在阿花走后 全天三郎便偷偷打开木板 小心翼地跳进壁柜 进入房间里 然后急不可耐地跑到柜子里 拿出阿花的白色内裤 幻想着那个美艳的老板娘 把内裤套在脸上 贪婪地水吸着 她真的是太爱那个娇媚的少服了 这个女人似乎是有魔力一般 让她无法自拔 下午 老板娘在院子里打包旧书 一直在门缝里脱窥的全天三郎 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 近距离贪婪地望着这个娇媚的少服 过了许久 老板娘不经意间一回头发现了她 被吓了一跳 全天三郎自立即上前一步 咽了口口水 有些紧张地说 您 您看起来很寂寞呢 这时 屋里响起脚步声 书店老板召唤老板娘过去 老板娘答应一声站了起来 全天三郎连忙一把拉住她的御手 表示自己想和她就地激情 眼看老板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老板娘用力将全天三郎甩开 拦住了要过来的老板 老板察觉到一丝异常 问妻子为什么面色潮红 老板娘随后敷衍几句 转开了话题 而全天三郎则迅速从后门离开了 傍晚 老板娘正在整理书轨 突然她仿佛像收到了什么信号似的 回头向窗外望去 正巧看到了在窗外吃饭的全天三郎 然而她没有惊慌 也没有厌恶 只是柔所思地低下了头 乔麦店老板死了 店也不在营业 明智小五郎需要处理手头的几个案子 遇上自己的助手 代替自己来这里收集线索 助手见到了乔麦店老板的妻子 从她口中了解到 乔麦店老板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 蒸花惹草 而且经常去旧书店 买一些关于SM的书 助手回家后 把乔麦店老板妻子的话 告诉了明智小五郎 并且还表示 旧书店老板娘在案发当晚 好像和店里的人一起 为第二天做什么准备 神色阴沉可怖 明智小五郎皱眉宁思 认为旧书店 一定是这种案子的关键 他让出手接下来 主重调查看一看 旧书店老板娘 和乔麦店老板娘身体上 有没有伤痕于情 另一边 全天三郎从旧书店回来 失魂落魄地倒在地板上 口中不断喃喃着 我好想你 我好想见你 显然 现在的他 对书店老板娘的痴迷 已经深入骨髓了 一日清晨 差不多到了书店开门的时间了 全天三郎匆匆地赶到了书店 正好遇到书店老板又出门办事 书店老板认出 最近经常来店里的全天三郎 还亲切地和他打个招呼 全天三郎则心虚地随意点点头 也没去理他 老板走后 全天三郎走进老板娘身边 紧张地拿起一本书 翻了几页后 他偷偷瞥了一眼老板娘 发现他对自己的靠近并没有厌烦 于是结结巴巴地开口说 其实我要向你道歉的 但我看着你的时候 总是会情不自禁 你看起来很不开心 全天三郎这一番话说完 紧张地都不敢去看老板娘 老板娘却仿佛被感动了 妩媚地贴了上来 搂着全天三郎主动索吻 娇喘着说 那就麻烦你了 明知小五郎带着助手 在此一段发现场勘探 依然没有发现任何打斗的痕迹 不过助手却在河里发现了一个 古怪的助状物体 于是好奇地捞了上来 然而定睛一看 这居然是一些单身女人喜欢用的玩具 吓得他直接扔到了地上 明知小五郎却如获至宝地捡了起来 皱着没仔细观察一番 难难道 这些助状的物体还挺新的 有可能是乔买店老板的 说着 他把这个单身女人的玩具 小心翼地包裹起来 表示着很有可能是 从卖情色毒的旧书店买来的 此时 书店老板娘刚刚和全天三郎 点乱倒缝完 全天三郎望着书店老板娘 玉体上纵红的伤痕 心生怜惜 痴痴地说 你真让我着迷 书店老板娘则神思黯淡 一边穿着衣服 一边强装笑意 问他住在哪里是做什么的 这时 外面传来了明知小五郎助手的声音 他是来调查哪根玩具的事情 助手呼唤了老板几声 却没听到有人应答 边转了一圈 发现书店里 果然有卖那些成人玩具 于是用卫星照相机一拍摄下来 正当他准备要走时 穿好衣服的老板娘 宽宽走了出来 助手一眼就看出了他衣衫凌乱 面色潮红 春意盎然 手臂上还有欲青伤痕 于是旁敲色机地问道 老板在这里吗 老板娘立即表示 自己的老公出去收购旧书了 一般都是自己在这里经营 助手又接着问 乔麦店老板是不是经常光顾这里 老板娘也没有隐瞒 点点头承认了 乔麦店老板是老顾客了 回到明知事务所 助手将这几天收集到的线索 都整理了一番 乔麦店老板吊死的桥头附近 有一根粗壮的玩具 而这根玩具 和书店里卖的一模一样 可以断定是从旧书店里买来的 并且老板娘也承认了 书店老板是这里的常客 还有就是书店老板经常不在店里 而老板娘身上有瘀青伤痕 不过她观察到 乔麦店老板娘身上 没有那些伤痕 整理好线索后 助手研究了一晚上 仍然毫无头绪 决定先好好休息休息 明天再去找书店老板 进一步了解情况 一日一早 书店老板娘拿着一个便当盒子 来到了全天三郎的公寓里 刚刚睡醒的全天三郎惊喜晚分 但又有些手足无措 老板娘哀怨地瞧了她一眼 有些委屈地问道 是不是我来你这里 给你添麻烦了 全天三郎连忙表示 自己非常开心能再见到她 根本没有抱怨 老板娘没等她说完 直接扑进了她的怀中 牛动着腰枝 深情地恳求道 那你就抱紧我多一点 另一边 助手早早地来到旧书店 这次她终于见到了书店老板 她直接开门见山 表示想了解一下 乔麦店老板的事情 书店老板神色一正 随机大大方方地 请她进来了 助手进来后 书店老板似乎是察觉到 这个女人有些怀疑 自己刚才的古怪 便出言解释说 自己这里经情色独物 很少有女人愿意光临 说着 她给了助手一本 关于SM的书 助手借过书 随意翻了翻 里面都是不堪入目的图文 不过这时 她注意到老板手上 有厚厚的老茧 于是问她 这老茧是不是 采购旧书的时候 经常用绳子捆树留下的 老板脸上画过 一丝转瞬即逝的金黄 立即表示 的确就是这样的 毕竟每次采购有很多食物 需要用绳子捆起 时间久了 手上就出现老茧了 接着 助手又说起 乔买店老板的事情 问她知不知道 乔买店老板和谁结过院 书店老板回答说 自己从来不关心 其他人的私生活 然后委婉地表示 要出去办一些事情 请助手离开 助手点点头 又指向架子上的成人玩具 问老板 乔买店老板 是不是在这里 购买过这些玩具 老板走过来 仔细看了看那些玩具 想了想说 对的 乔买店老板的确是来买过 然后再次做出了 送客的姿态 显然不想再和助手沟通了 助手和书店老板一起离开 临走的时候 他表示自己 还会再来拜访的 老板脸上露出不悦 不过没有说什么 简单行李道别后 匆匆向另一个方向离开了 助手经他这副样子 心中生起疑惑 悄悄地尾随在他后面 老板一路来到了 全天三郎居住的公寓里 然后鬼鬼祟祟地 溜到窗户下面 向里面偷窥 只见房间里的全天三郎 和他的爱琪 正在激情熬战 老板看着爱琪 这副娇媚的模样 不由得热血上涌 一只手伸进裤子里 捣动起来 而这一幕 都被跟在后面的助手 拍了下来 过了片刻 老板完事了 于是整理了一下 衣衫偷偷离开 助手在他走后 也溜了过来 看到了全天三郎 和书店老板娘的激情 连忙又拿出卫星相机 拍了几张照片 助手将这些 都向明智小五郎如实汇报 就是SM的爱好者 助手没太明白 问小五郎为什么这么说 小五郎解释道 因为老简 你注意到旧书店老板手上 有老简 这是玩SM捆绑时候留下的 而乔麦店老板手上 也有老简 正常压乔麦 是不会留下这样的印记 所以他也是一个SM爱好者 但他和谁 玩这个刺激的游戏呢 和他的妻子吗 可是你跟我说过 乔麦店老板娘 是一个气质很好的女人 身上没有伤痕 所以我推断 是旧书店老板娘 和乔麦店老板 一起玩SM偷情 书店二楼 老板娘面色潮红 穿着和服 端坐在地板上 一只手不断地 在两腿间按摩 半晌过后 他把湿漉漉的手 拿了出来 这时老板拉开门进来了 他拿着鞭子 抽了老板娘一下 问他为什么 在和全天三郎激情的时候 不把自己绑起来 老板娘目光有些闪躲 低声回答说 那个男人没有经验 他不会弄这个 老板又抽了他一下 训斥道 那你就去引导他 老板娘一步躲闪 垂头低声说 如果你觉得对不起我 就让那个男人 狠狠地绑你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他不这样对你 你也难以满足吧 你刚刚是不是 还在自己玩弄自己 你看你手上都是水 给我站起来 老板娘神色露出恐惧 但还是乖巧地站了起来 老板绕到他身后 轻轻将他的衣物退去 露出娇嫩的玉体 只见上面到处都是 麻省捆绑的痕迹 接着 老板拿起绳子给他捆伤 开始了激烈的调教 画面转过 激战结束 老板娘直接贪婪 倒在地上 老板冷冷地瞧了他一眼 命令他下次 一定要激发出 全天三郎的调教欲望 按照老板的指令 老板娘这次来找 全天三郎时 亲自将自己捆好了 全天三郎望着娇媚的老板娘 不由得赞叹一句 真是太美了 然后尝试着拉了拉 他下面的绳子 老板娘立即开始交喘起来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着 恳求全天三郎 用力拉紧麻绳 给予自己快感 全天三郎却拒绝了 他抱住老板娘 表示想让他把自己也捆起来 他想尝试一下 他和丈夫没和他做过的事情 老板娘将全天三郎捆好 然后要让他趴上去 如同蛇一般扭动身子 由上到下的操作 全天三郎也在捆绑中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巅峰体验 这次欢宇之后 全天三郎开始在家中 研究捆绑技法 现在老板娘 已经彻底地征服了他 他只觉得自己活着的意义 就是能和这个女人 荡漾在情爱的海洋中 这一天 老板娘正在屋子里连衣服 老板突然过来 左右开工扇了他几个耳光 问他疼吗 老板娘面色潮红 有些恐惧 小声回答道 爽 接着 老板将他粗暴地推倒在地 丝丝地扣着他的脖子 面色猙獰地问他 这怎么样 老板娘在窒息中 寻找到了一丝快感 不断地扭动着身躯 交传着回应说 好痛苦 好爽 在这痛苦中 老板娘想起下午和全天三郎 玩SM时的场景 那是全天三郎被捆绑着 他如同油蛇一般 浮在他身上瞬息 意乱行密间 他对全天三郎说 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 全天三郎立即激动地坐起来 认真的表示 只要老板娘离婚 他就可以娶她 用尽毕生所有 带给她幸福 老板娘却挣住了 片刻后 他鼓起勇气 告诉全天三郎 其实那个男人 不是我的丈夫 他是我的父亲 说着 他泪眼婆娑 哽咽着恳求全天三郎 能不能请你杀了那个男人 多年前 老板娘还是一个清修的少女 老板见他日渐出落的亭亭玉力 抑制不住躁动的欲望 抢爆了他 而他的母亲看到这一幕 却选择忍气吞声 就当不知道丈夫 做出了如此禽兽的事情 不过女儿的惨叫声 太过淒利 这个软弱的女人 痛苦地纠结一番后 打开抽屉里 拿出一把剪刀 准备从那个恶魔手里 救出女儿 然而当他拉开房门 看到自己丈夫 和自己女儿激情熬战时 他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只能在那里颤抖着 痛哭着 而救赎店老板 冷冷地扫了他一言 斥责道 给我滚 这一下子 就将他鼓起的勇气击溃了 愤怒之下 这个懦弱的女人 倒转剪刀 选择了自禁 救赎店夫妇这段 不轮的关系 也被明智小五郎查到了 多年前一个女人 带着还是小女孩的老板娘 嫁给了救赎店的老板 后来这个女人死了 少女顶替母亲 又嫁给了救赎店老板 从她的妓女 变成了她的妻子 注射了一些差异 这段错综复杂的关系 意识间经地瞅目结舌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而明智小五郎 也把另一些线索汇总 交给了警方 现在 她心中对这起迷案的前因后果 也有了一个清晰的猜测 深夜 全天三郎悄悄来到救赎店 而老板正在对老板娘 展开一轮崭新的调教 她现在有了一种感觉 这个女人正在 试图脱离自己的掌控 所以她现在 要好好地管教她 让她知道 究竟谁才是她的主人 听着老板的交传声 全天三郎慢慢潜入到了 书店二楼 她推开一次门缝 看到了正在老板娘身上 熬战的老板 老板娘痛苦地喘息着 嚎叫着 杀了我 请杀了我 老板全面露得意 又加快了速度 斥责道 你是我的奴隶 你一辈子都是我的奴隶 老板娘感受到快感来袭 连忙凑过去 和她积稳在立起 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被这个老男人 在痛苦和快乐边缘调教 全天三郎看得是目自欲裂 但又没有勇气 去解决掉老板 她只能一路狂奔回公寓 无力地扶在地板上 抱头痛哭着 一日一早 全天三郎匆匆来到书店 面色阴沉地 递给老板娘一张纸条 就离开了 老板娘连忙来到角落里 悄悄打开 只见上面写着 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详细的计划 放在我门口的鞋箱里 老板娘已经 没想到全天三郎为了自己 竟然要做出这种恐怖的事情 她把这张纸条按在胸口 脸上浮现出复杂的情绪 既有悲痛 又有感动 片刻后 她将纸条烧了 望着跳动的火焰 她深情地喃喃着 谢谢 深夜 老板问老板娘 事情怎么样了 好期待明天啊 老板娘神色一正 随即淡淡回答道 我已经不想再见到她了 老板察觉到她神色不对 立即凑过来 语气阴森地拷问道 你迷上那家伙了吧 说着 她搂住他 警告道 你要明白 你违背不了我的 你是我的奴隶 与此同时练一边 公寓中的全天三郎 从屋顶隔断 爬到一个化学老师的房间里 偷走了一瓶剧毒 然后放在门口的鞋箱里 等着明天一早 老板娘过来取 这就是她的计划 然而到了第二天 她等了一个早上 都没见老板娘过来 拿走那瓶毒药 她有些安耐不住了 左思右想后 又来到旧书店问老板娘 为什么没有执行 这个完美的计划 老板娘回头望了她一眼 淡淡地说道 那天的事情 你忘了吧 只是一个玩笑而已 全天三郎瞬间正住 随即激动地质问道 玩笑 那天你和我说了后 我就已经开始计划了 老板娘不想再看她 淡淡回答说 我有些犯傻了 怎么能做那么可怕的事情呢 全天三郎十分激动 一把上千抱住老板娘 卑微地说 我无法把你从我心里抹去 老板娘却冷冷推开她 表示自己正在工作 以后请不要再来打扰了 这时老板回来了 她看到全天三郎 正在和老板娘纠缠 也不生气 而是大大方方地打了招呼 这让全天三郎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 她愤怒地望了老板一眼 静止离开了 全天三郎离开后 老板露出不屑的声色 对老板娘奚落道 那个傻小子 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老板娘却没有理她 转身走向了后院整理救赎 过了一会儿 全天三郎又悄悄 从后院翻了进来 尽管老板娘冷冷地拒绝了自己 但她坚信 这并不是出自得的本心 她一定要将自己心爱的女人 拯救出炼狱 老板娘看到悄悄 前进来的情人有些欣喜 但更多的是无限落寞 她认真地告诉全天三郎 请回吧 全天三郎也认真地邀请她 和自己私奔离开这里 老板娘扭过脸 心中有些挣扎 但想了想后还是拒绝了 她挤出笑容 对全天三郎说 你有这份心意 我就已经足够了 全天三郎却目光灼灼地盯着她 哽咽着表示 自己已经无法回头了 老板娘有些诧异 随即明白了 终于遏制不住心中激动的情绪 扑上去抱住她 气不成声 哽咽着请求道 我再也无法像普通人一样正常生活 您杀了我吧 拜托了 让我也死吧 说着 老板娘把全天三郎的双手 放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从她的目光中 全天三郎读出了求死的意志 她没有办法 只能痛哭着 将自己心爱的女人按倒 一边亲吻她一边用力 最终 老板娘闭上了眼睛 没得生息 而这一幕 被门后的老板偷偷看见了 自己心爱的女人就这样死了 全天三郎悲痛晚分 一路如同行尸走肉斑 回到了公寓里 而偷看到这一介的老板走了出来 她抚摸着老板娘 拿出麻绳 缠绕上她的脖颈 然后用力勒紧 又说道 听好了 你一辈子都是我的奴隶 跑不掉的 昏迷的老板娘感受到痛苦 醒了过来 开始挣扎 用力攥紧了老板的手 老板娘就骑在了她的身上 把手放在她脖颈上 这样一来 老板神色更加兴奋了 笑着说 来吧 掐死我 就像掐死乔麦店老板一样 慢慢地掐死我 让我在窒息的快感中死去 原来乔麦店老板 是在SM游戏中 被老板娘掐死的 而只是这一切的 石球书店老板 这个变态的老男人 非常享受这种残酷的感觉 只有这样 才能让她兴奋起来 望着这个 纠缠折磨自己半生的男人 老板娘神色痛苦 哽咽着说 我爱上她了 突然 老板开始抽搐 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 接着口吐白沫 暴彼而亡 原来 刚刚全天三郎 已经给她下了毒药 此时夕阳西夏 一时黄昏 望着这个 折磨了自己半生的禽兽继父 老板娘哭了出来 竟然没有一丝解脱的感觉 反而更加绝望 画面转过 老板娘因杀人被捕入狱 得到这个消息的全天三郎 仿佛被人抽走灵魂一般 瘫倒在地上 她知道 她这辈子 再也见不到自己 最心爱的女人了 侦探事务所里 明知小五郎有些唏嘘 责怪自己没有尽早查清这桩起案 如果早一些破案 可怜的老板娘 就不会醉上家嘴 背负两条人命了 不过警方和明知小五郎的助手 有些好奇 为什么明知小五郎能认定 杀了乔麦店老板的凶手 就是书店老板娘 因为基于所有证据来看 书店老板的嫌疑最大 并且还有目击者看到 书店老板把尸体搬运到了桥头 所以正常来讲 应该是书店老板 看到乔麦店老板 和自己的妻子偷情 一怒之下杀了奸夫 抛尸桥头 明知小五郎对此解释道 我是从正常人的感情和感觉 进行推理 书店老板是个狂儿的SMI好者 他做什么样的事情 才会觉得快乐呢 助手调查时 发现他知道 全天三郎和老板娘偷情 并不生叫闹 而是兴奋地释放自己的欲望 感到亢奋 所以我推断 乔麦店老板和书店老板娘偷情 他应该是知道的 并且还为此感到兴奋 或许乔麦店老板 就是他特意找来勾引妻子的 那他也没有理由杀了这个 带给自己快感的家伙 所以更大的嫌疑就是老板娘了 我猜测 可能是老板娘知道了 乔麦店老板和自己偷情 是受了丈夫引导 所以觉得遭到了羞辱 痛下杀手 当然也有可能是 老板娘和乔麦店老板激情的时候 太过用力 玩过头误杀 助手紧接着又抛出了一个疑问 那老板娘为何会对 这么变态的男人言听计从呢 明知小五郎想了想说 没准是受了什么威胁 比如他母亲的死 助手大惊失色 连忙追问 您是说 他母亲不是自杀 是被老板所杀吗 明知小五郎又要头 表示这个案子过去了这么多年 自己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只是一种猜测 说着 他叹了一口气又又说道 如果这件事情能这样结束也好 就怕全天三郎已经被凶器渗透了 与此同时另一边 昏暗的房间里 全天三郎坐在阴暗的角落中 目光阴冷 虽然救赎店老板已死 但这个变态男人 最后的愿望已经达成了 现在全天三郎已经被凶器渗透 将彻底沦入那个黑暗的世界之中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小伙伴们 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